经过灵媒去找亡人 是不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且寻找我的亡人必须要去世后多久 而且不是升天后堕入地狱 只要在任何一道都可以找到 不见得 找这个亡人只有在默鬼道 如果在畜生道不可能把畜生找来 在人道他投胎了也不会把小孩找来 天道地狱道你这一写了 只有在默鬼道可以找来 除了鬼道之外 其他的五道都找不来 实际上是应当好好的念佛求生净土 你一个人往生净土了 不仅是你这一生的父母家亲眷属 你过去生生生世世的父母家亲眷属 你都认得了 你都认清楚了 你都有能力去超度他 去帮助他 你自己不能往生净土 这都是枉然 祭司找个灵媒 在鬼道里把他找来 说了几句话 有什么用处呢 无济于世 由此刻之 真正的孝子 贤孙 一定要认真努力 念佛往生净土 这才能报父母之恩 不但报今生 报累计父母之恩 优优独播剟okus 二十三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